好,这节课我们将完成关键帧动画案例的操作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大纲 以及我们要制作完成的动画效果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Motion 5 对我们上一个工程文件继续进行编辑 好,上一节课我们说要为这一个奔跑的行为运动 添加更多的关键帧和轮回的行为 我所有的图层都拉长 然后让我的整个项目变得长一些 然后呢,我在从整个比较长的项目之中 节选出我需要的整个奔跑的行为路径 我的素材全部延长 先全选素材按I键 使素材达到我的第一个关键帧的位置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到关键帧的位置上 对关键帧进行编辑 那向前走一针继续选择编辑点 我们继续放大屏幕对小人的整个运动进行编辑 首先是他的脚和腿的关键帧的编辑 好,像上一节课一样 我们慢慢的对小人的腿部进行编辑 选择另外一条腿 好,继续让小人的腿有一个想回走的过程 好,那我们继续让小人的后腿向前迈一步 好,见到这个地方 我们调整一下整个项目的播放时长 好,调整好播放时长 我们再来重新播放一下 好,看到这个地方 感觉还差不太多 我们再对橘子的身体做一点点的调整 我们先调整橘子的锚点位置 让它挪到最下方 然后 对橘子的身子 让它有一个前后晃动的过程 我们为它添加旋转关键针 第一针的位置 第二针的旋转 好,再向后走 第三针的旋转 好,继续 第四针 好,这个地方打错了 应该是-8 好 我们再对这几个关键针的时间长度 进行一个整个的调整 好,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 在小人奔跑的过程中 他的身子也会晃动了 对吧 这个效果也是通过关键针来实现的 我们下边就要为主人翁添加一个影子 选择圆形 编辑一个椭圆形在人物下方 选择形状 对它的颜色进行更改 我们吸取一个橘子腿部的颜色 然后对它的透明度进行调整 然后再对它的位置进行调整 好,下面 把这个图层拖拽到我们的整个播放市场里边 接下来就是为它添加缩放关键针 好,我们跟随人物的变换 对它添加关键针 好,然后再对关键针的数值进行编辑 然后对它的数值进行编辑 好,我们建立的关键针 是通过隔针来建立的 就是第一针70%,第二针100%,第三针70%,第四针继续100% 好,现在再来编辑一下影子的位置 我们回到项目中 我们回到项目中让它播放 看到小人在奔跑的过程中 影子和小人的身体都会随着小人的奔跑而运动起来 好,这个效果已经大致的建立完成了 那么我们下边就是在为这个小动画添加一点点更好玩的东西 好,下边我们来添加两朵云菜 选择圆形 拉出两个圆形 第二个圆形 然后我们再编辑一个矩形 通过矩形 对群组12的两个圆形进行遮罩 按住Command加Shift加M 就是我们使用遮罩的方法 像我们在讲解遮罩动画的时候是一样的效果 我们先选择遮罩 然后把矩形拖拽到遮罩圆 这个效果就是反了 我们需要变成减 好,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的两朵云菜 好,接下来就是要为云菜也添加关键针的运动变化 我们选择云 然后对它的位置进行关键针的编辑 好,来到第二针 让它向下走一点 隔针 再让它向下走一点 好,此时它的关键针就建立完成了 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云菜就也是随着小人有了一个上下运动的感觉 好 我们把数值调成一个整数范围 让它的运动范围稍微小一点 刚才感觉运动的有一点比较的剧烈 好,我们再播放看一下 云菜有一个轻微的变化就可以了 好,我们按住Command加C再加V 我们把云菜这个群组进行复制 先建一层再按V 云菜的图层就被复制到了群组13中 我们再对群组13进行编辑 云菜的关键针运动 它运动是重复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对第二朵云菜的关键针进行编辑 我们先来删掉云菜的后两个关键针 只保留中间一个关键针 好,我们再对云菜的关键针进行编辑 我们只为它添加了三个关键针 我们调整它的数值是零 好,现在再来看一下 两朵云菜此时有了一个交替上下浮动的感觉 然后橘子也在路上不停地奔跑着 好,这节课就是为大家讲解的 橘子奔跑动画的制作过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